師叔 我看到有件事 真的很想請教你 究竟是堅定還是辣 因為你知道師叔是其中三千人 其中一個 因為北京飯店的店長 因為他對這些文情很了解 知道很多國內的真真假假 如果我在海南島 我也可能是三千人來一個 報期都可以去看看 但我想知道三千人是誰報出來的數字 應該是有個安裝儲存在外面 你明白嗎 整則新聞 不如你先說新聞 有一個女生發生在千奇百怪的地方海南島 有一個女生 她的網名叫做千金二矣 心抗神二矣 從她的名字拆解 是不是一千元的意思 千金一萬 這樣就很便宜了 我想她不會這樣解讀 千金就是別人的女兒 千金小姐 一千元就沒有人看得起你了 我們想多了 你想多了 現在真的會提示你 她在微信上 還是那些直播軟件來的 香港流行的17 其實好像是微信來的 微信也可以直播嗎 因為有朋友圈的 很多人看到她穿了一些性感的內衣 很寂寞 類似很想要 她又標明是免費 寫了她的房間號碼 拍了一條片 某一間酒店的某一個房間 大酒店 好像是希爾頓 希爾頓 日林 即是WG 是貴的 她居住希爾頓酒店 其實我想問 如果當真才算 希爾頓可不可以炸她的營 你用我的酒店這麼公然在這裏 邀請男人上來開房做事 當然可以 如果她有理由 我想哪一間酒店都是 如果她有理由 覺得你是拿酒店來做事 賣淫的事業 她不是賣的 她不是說免費嗎 這個也是問題 只可以說送淫 總之她引了 三千個狂風浪碟過來 到這裏我就問 誰說的呢 三千這個數字 難道真的好像肯定說的 那些敵特敵特 在按照標數嗎 這個報道說 我想可能有些記者問 希爾頓 希爾頓給的數字就是三千 希爾頓 如果覺得這件事是犯法 她怎會還要敵特敵特的計 三千人 我覺得中間有些東西是怪怪的 目測可以嗎 即是麥花神 即是七日外都是目測 即是遊行的數字 我們搞大會演 麥花神坐爆就三千人了 你想想 這麼多人才三千 你想想 如果逼在酒店門外 你怎麼目測可以三千 那就是因為她真的逼在 還有這麼多人 我有心想 有沒有這麼多色情人 其實三千人很厲害 很厲害 有得解釋 為什麼會突然這麼多呢 其實就是因為 這個星期 在海南島有個電玩節 其實每逢 很厲害的那些嗎 不是 玩 桌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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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島其實都不是第一次 例如以前的海蜜盛宴 一旦有大活動 就會有幾堆人 就會湧去海南島 一堆就是劉恩 一堆就是富二代 還有就是A准 A准有很多 A准就是中間的A准 為什麼要中間呢 有些會拿著一堆去 因為有很多 所以問題是時候 是不是因為山高皇帝園 就在這些地方搞灰色地帶的勾當呢 你可以這樣說 海角之藍 最藍的地方 城住那個勢 就是很多有錢 買得起東西的人 又有很多貨 於是就有些生意做 海南島現在是這樣 例如最近就有位太子黨紅二代後人 陳小老 70多歲都在那裡掛 其實都是這樣的 因為還有一堆就是很有錢 就有些老人家 例如在北方住那些 通常冬天就會去海南島 就秘暑 變成一個秘暑散座 後鳥來的那些 所以 然後再加上春節 所以其實最近的海南島 就要綠沉 還有就是回程的機票 最近都是一個熱點 就是很多人報導 就是天價的機票 即將一張機票 由海南回到上海 北京的那些 炒到很貴 一萬元 五位數 公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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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那些流氏 這麼困難這個機會 是的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房號號 就是六三一六 最近很著名 很熱 就是六三一六 很多人那晚就去 甚至有些人就拍影片 就說 打卡 正去到那裡 就說 我現在就到了六三一六 在微博對很多的影片 就是拍攝自己 但是 這位叫千甘疑 是不是 其實他有什麼打算 你覺得 你猜測他有什麼打算 如果他真的想做生意 其實他不如就 叫人們打電話進去 你一個人應付多少人 我不要三千 三百個你都支持不到 肯定是賺錢的 不過就是這樣 他沒有想到這麼多人 我想 即是他可能有很多想法 譬如他說是免費 其實就 起碼 聊天免費 他知道了 揚開了的 我寫漏了 聊天免費 這是一個Marketing的活動 他最終的目的 我想都是 他想 可能有一個其中的目的 就是想結識一下富二代 然後可以加入一些Party 那Party那裡賺錢 那裡才賺錢 好過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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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你寫明是收錢 你真是死 但我想問 那你怎麼知道那個人是富二代 他這樣走 一個男人進來 你怎麼知道是富二代 他不斷地跳 是啊 一那幾晚多 但到最後 來了三千個 到最後怎樣收課 就是希宇頓趕了他離開 那一段影片也拍了 就是有兩個 有男一女 一些職員 就護著他 拖著行李 他自己拍的 那些 送走他 不是的 有些網友拍的 拍了 那三千人中間 有一段影片我看的 那三千人裏面 還是 插手出來 拜拜 拜拜 然後還有最後 最後一個微信 他出的 也很過癮 就是 他就 就說 現在沒有錢 回家 他說 他說我不是騙子 就是希望有有心人 就 給他一些錢 那他用不著找酒店的數目 他就要籌八八八八 就是酒店的數目 我想八八八八加盟 酒店加機票 我想機票也未必足夠 師叔剛剛也說 有萬元張機票 那可能酒店他有錢找 現在找完酒店 可能就沒有錢 欠了一張機票錢 那他那些就叫做蝕特 他本來想賺錢 現在還要偶了酒店錢 什麼都賺不到 那或者他就是 最後這個微信 有人騷擾他 那可能有個副二代幫 拉回一點點 現在就不知道他下文 這裏有個現象 就是那三千人 其實一直都是 好像一些網上直播的觀眾 他只看 就已經滿足到他整個人的慾望 他不用真的做 他雖然說是免費 但你知不知道 最旺的 最旺的 最多人去的是什麼地方 不是631號房 旁邊那個 是631號房 是631號房 因為那些人 他們就是訂了隔壁房 然後放耳朵 聽一下 聽得快 你看看 有一大多人 是訂了隔壁房 就是想聽一下 究竟有什麼 什麼 有沒有那麼差 差一點也有 真的 應該是做出來的 你知不知道那個場會震的 你知不知道 你有時候住在大陸的酒店 如果大家看視像 寫著6315 就前往隔壁房 有可能的 四個男人就把耳朵擺在那裡 聽得那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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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 無聊的人 多的事 因為幻想才是最美 有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真人 原來是這樣 然後就沒有感覺 作為一個宅男 我最明白這個感覺 你現在就是這樣 假發你自己的幻想 幻想一下已經夠了 又不用錢了 幻想一下 但如果你愚蠢去到 你看到三千人在排隊 你會不會在那裡排隊 就拍一下 熱鬧一下 你看一下 中國的心態 永遠都是這樣 免費就一定衝過去 不知道免費些什麼 地拖棍 你也會走過去排隊 看有什麼 不要吃虧 撿書行頭橙 那個敗家 基本上是在我們的基因裡面 所以一定會衝過去看看 其實很正常 在街上 無緣無故有一堆人在排隊 你不知道排什麼 你一定走過去 無緣無故看著天 你也會看一段時間 所以其實她是聰明女 她就是知道 她抓到大家的心態 所以最重要的兩個字 其實就是免費 寫著什麼寂寞 你陪我一晚 沒有意思 我都經常寫這些 我都經常說 我很寂寞 怎麼沒有人理我 我都免費 所以沒有人理我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她訂一個酒店 我也約人一起開開心 但我朋友圈沒有三千多人 她可能也沒有 她也未必有 你分享 是傳出去的 我朋友圈都沒有 我幫你分享 如果你有這樣的 你訂了幫我幫你分享 但要貼上肥康章的照片 看看有沒有人有興趣 她的帳號都弄出來了 其實我想她這幾天都被人app 然後就憑著這個 繼續做生意 其實這是一個宣傳策略 是市場銀行 是市場銀行 都是市場銀行 你需要先被補免費試吃 然後就有很多生意 千萬不要乖 拜拜